Magic Box 照亮点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大家好 我就是智琳姐姐的老公 Ajilaです 请大家多多指教 新闻记者很喜欢问我 为什么会喜欢上智琳姐姐呢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们一起拍电影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她的优雅的气质 给深深的吸引了 I was attracted by her elegance Ajila,智琳姐姐 不只美丽又有智慧 我真的是最幸福的人啦 英文里面有分所谓的主动 跟被动语态 差别在哪里呢 比方说金庸写了一天屠龙记 He wrote this novel 他写了这本小说 反过来说这本小说是 被他写出来的 This novel was written by him 中文呢 我们说被怎么样 其实就是英文里面的被动语态哦 在我们主动的时候呢 主词是人 强调的是他这个人 他写了小说的这件事情 但当呢我们改成被动语态 主词呢就变成了这本小说 要强调的呢就是小说被写了 至于是被谁写了 那就相对的不那么重要了哦 这个呢就是英文里面的被动语态 现在啊我们知道的呢 有被动语态可以在文章里面来做替换 但是被动语态要怎么使用呢 其实很简单呢 我们就用被动词 再加上过去分词 PP就形成了哦 例如呢刚刚的被吸引了 attract attract就改成呢 be attracted 写呢 write就变成了 be written 那记得呢 我们这个被动词呢 是随主词跟时态来变化的哦 例如呢刚刚我们的小说呢 是在过去完成了 the novel was written by him 过去是呢 我们第三人称就搭配 was 后面呢被谁写的 我们就用by这个介细词 我们呢可以再看一个例句哦 像是呢 我的团体啊 从出道以后呢 一直有新人进来 现在呢已经有第三代了 these boys are called soul brothers 这些男孩呢被叫做 soul brothers 因为哦是现在时间 有很多个男孩 所以呢我们搭配are ok被称作我们就用动词code these boys are called soul brothers 这个呢就是我们被动语态的用法咯